十年前大家喜欢一款车可能会因为它足够的猛足够的快 也有可能会因为它足够的豪气有足够的排面 但绝对不会因为它有多好看而去掏腰包的 但是在当下这个时代 颜值个性时尚才是追求独立自我年轻消费者的罪案 可能大家会纳闷啊 为什么今天我会坐着跟大家聊天 不是因为腿脚不好 而是因为我身后的这两台车 乍一看呢这两台车都是大众的车 没错 它们的确都是来自大众的车 但它们呢又有别于大家传统认知的大众 因为它们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专属身份 就是进口大众 那在我右手边的这台车 就是我本人的座驾 来自进口大众的旅行车魏缆 而在它隔壁的这一台车呢 就是今天我们的主角 同样是来自进口大众的CC列装 又被称作最美大众的RT shooting brake 而的简称RT SR 那之所以今天把这两台车放在一起呢 一个是因为它们同样都是来自进口大众 再有一个就是它们难以让人分辨的车型 一个是Wagon旅行车 一个是Shooting Brake列装车 尽管它们都有着相同的大屁股 以及相同的车身姿态 但依旧有着不一样的绅士来历 就比如今天的主角 进口大众CC列装RT Shouting Brake Rlan Shooting Brake车型最早起源于1890年的欧洲贵族 那个时候它们经常崴出打猎 而装载枪支的那个马车呢 被称其为Shooting Brake 1900年 阿尔比恩公司开始制造生产这种车型 而真正让它名声大噪的 我想应该是1910年那辆 劳斯莱斯银色幽灵列装车 那在此后 列装车型开始风靡整个欧洲贵族 这也让无数制造超跑跑车的汽车厂商 都看到了商机开始制造列装车型 比如大家熟知的阿斯顿马丁 DB5 Shouting Brake 所以定义一台标准的列装车 就是它需要双门跑车 或者轿跑车型而演变过来 作为大众旗下最美的轿跑CC 当年一上市就直戳消费者的软肋 无论是那丝滑的线条 还是那只在跑车上才出现的无矿玻璃 以及那台3.0V6的发动机 你都不得不承认它真的很尤人 当然作为最了解消费者的大众 自然也就不会放过这么一台较好的轿跑车 于是列装网的CC也就来了 相比于国产的CC列装 这一台进口版的CCR-10 Shouting Brake R烂版本 取消到了饱受争议的黑色轮媒包边 并且给到了一个全车的整车R烂套架 全LED双透镜的前大灯 与宽幅前隔山贯穿相连 且还给到了一个动态的灯光辅助功能 这点来说是既好看又好用 接下来我们往下看 就是这一双19寸的大轮毂了 配的是一个贝奈利的P0 P0轮胎 我一直都说 一款车你不要看它到底有多快 你还要看它穿什么鞋 能不能站得住 如果只快但是站不住 那真的也就悲剧了 其实我们也不用看太多的RLAN的套件 只看这一身魅影蓝的战衣 你应该也能猜到 这绝对是大众R家族的一员 接下来我们到车尾来看一看 相比于旅行车更直接的尾部造型 列装版的CC这种丝滑柔顺的 这种尾部线条 更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尾美 这也就不难解释 为什么大家都说 列装版的CC会是最美大众车型了 那除了外观颜值 空间也是这台车的一大亮点 2840的轴距比我那台未了还要长一些 这也就意味着无论你的前排部件 还是你的后排乘坐无论 应该会得到一个更舒适的体验感 有人可能会说 作为一台列装的车型 那它丝滑尾部 可能会让后排的乘坐 头顶更压抑 但是这一点您大可放心 因为咱们这一台 进口版的列装CC 它在后排的头顶部分 做了一个掏空设定 这样就可以给后排的乘坐人员 带来一个更好更舒适的 这种乘坐体验的 此外这个590升的后备箱容积 也绝对够我们日常使用了 如果说您觉得我要一家老小出去玩 然后带的行李比较多 590升不够用 也没关系 因为您把后排座椅只要放倒 您还会得到一个1632升的 超大后备箱容积 我就觉得这样的容积 使用率绝对是一个移动的小双人床 OK 那咱们说也说了 看也看了 既然我们拿到了这么一台 被称作最美大众的列装CC 如果我们不上路去赚一点回头率 这不就是浪费资源吗 走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这款车的一个动态驾驶感受 其实在这一块呢 我觉得我算是信手念了 和我的未来一样 同样紧凑的底盘感受 同样精准的指向 甚至连它的动力输出的曲线 都如出一辙 2.0T加7速DSG变速箱的一个动力组合 可以为这台车带来一个190马力 325米的最大输出 而且这款车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换挡拨片 这样就大大提升了我们的这么一个驾驶乐趣 当然了 我也想对那些键盘侠们说一嘴 你们常说的190马力太弱鸡了 我就想问问你们 你们有多少人是可以在马路上 把这190马力完全发挥的淋漓尽致呢 并且我也不认为 那些真正喜欢舒青brake车型的人 他们会在乎这款车能否起飞 难道在路上去转租回头率 不是它的真正使命吗 如果说旅行车是一个追逐远方流浪失海的浪子 那丝滑唯美的列装车 就应该是精致讲座的贵族绅士 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 属于自己的适合远方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每一个人 不也都是在努力的奔于精致生活吗 如果你内心一直都坚信自己 是那个追求精致的贵族 那不妨去试一试这一台 尽头的CCR听舒均break 好了 我想你一定不会失望 好 关注迷车 这里有你想了解的一切 汽车试驾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